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病严重吗?路性程度高吗?会复发和转移吗? 那么我们评估肿瘤严重程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TNN分期 春天医生今天告诉您什么是TNN分期 TNN分期目前是应用最为广泛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肿瘤分期系统 它最早是由一名法国学者在195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后来不断发展 1968年正式出版了第一版TNN分期标准 50余年来根据不断完善更新的研究结果 TNN分期也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下面为大家简要说明一下TNN分期中各个字母代表的含义 T是单词TUMOR的简称 TUMOR中文意思是肿瘤 根据肿瘤的大小和对局部组织的影响程度 依次可用T1到T4来表示 当然不同类型的肿瘤有各自的判断标准 同样N是单词NODE的简称 NODE中文意思是零八节 根据零八节转移的严重程度 依次用N1 N2 N3表示 而最后一个字母M则指的是Metacitasis 中文的意思是远处转移 没有出现远处转移的情况呢 我们用M0表示 如果发生的远处转移 我们则用M1表示 那么根据以上TNN分期的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组合 然后根据这个组合 对照相应的肿瘤分期表 就可以得到肿瘤的分期 我们举个肺部肿瘤的例子 例如T1N0M0 对照分期表 我们就可以知道是EH 而如果是T2N2M0 那就是3H 医生根据肿瘤分期 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治疗策略了 好了 今天学完那些事 第六讲就要结束了 祝大家一切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